开心超人和佳罗反目 原因尽是担心佳罗会妨碍他大口吃包子 童话世界里的大反派是特务文 他对官方的安排极度不满 因为他是挂兽军堂里最优秀的特工 如今却被忽视冷落 露瑟大概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被提及 特务文心有不甘 于是来到童话世界 把故事里的主角的伤心全部吸走 让他们翻身欺负原本的坏人 他自然而然的担起了大反派 开心超人和佳罗想让他交出金石 恢复童话世界 但对战过程中 开心超人不慎被他吸走伤心 变得非常邪恶 原本开心超人没想过对付佳罗 当特务文提醒他 如果佳罗拿到金石比他更厉害 他就会被管束 为了能大口吃包子 开心超人取出魂力镖攻击佳罗 佳罗随便一直说有很多圣剑包 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趁机离开 他从皇后那里借来一个魔警 导航出大家的伤心和金石都放在舞会大厅 这时开心超人正在大厅逐个派查人员 他知道佳罗吃东西喜欢细脚蔓延 于是想用他这个习惯把他找出来 为了躲过搜查 佳罗模仿开心超人的吃法 把包子塞进嘴里 开心超人大喊就是你 佳罗被吓了一跳 原来他是觉得找到知己了 万万没想到 王子的吃法跟佳罗原本的吃法一模一样 为了不牵扯无辜 佳罗只好暴露身份 他不直接和开心超人对战 而是转身替翻圣剑包 开心超人这个弱点真是被他拿捏的死死的 就在他想打碎瓶子取金石的时候 开心超人使出无影圈 想先一步打碎瓶子拿走金石 特务文嫉妒无语 上星回到开心超人的身体里 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恢复正常 因为瓶子需要语音解锁 他们便把特务文抓起来 特务文很狡猾 解锁瓶子后 竟冲破包围吸收金石的力量 虽然当打毒斗特务文有很大优势 但佳罗和开心超人一起联手 就算他开启再多技能也没用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特务文在他们周围高速运转 不料佳罗变成拳头加强开心超人的力量 一招战神铁拳打下去 特务文再也飞不起来 童话世界恢复正常 佳罗也成功拿到金石 经过这次对战后 佳罗和开心超人也更能接受彼此的习惯